我是范振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那海豚呢 今天因為颱風架 在新竹 所以沒有去台北上班 所以今天沒有露臉 那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呢 美在殖利率回落 帶動了指數大漲百點 那昨天公布了相關的數據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大概看一下 再跟大家說明 那再來就是PC產業 開始有緩步複數的跡象 那普瑞KY昨天公布營收 跳針 帶動相關的PC族群 往上去做攻擊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 那一樣在正式開始之前 幫海豚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海豚的影音可以 推播給更多的觀眾朋友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指數 那今天指數呢 上漲180點 那剛好呢 昨天跌180 今天漲180 那上漲1.1% 那貴買呢 也上漲1.04% 電子上漲1.22% 然後金融呢 出現一個短線的 不能算破底翻 大概漲了0.97% 那非晶電就有破底翻的現象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好 就按指數呢 今天上漲280點 那不過還是要跟大家提醒 一樣還是暫時不能太樂觀 還是不能太樂觀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 這個 今天是第三次 守住 守住這個 16200點之後的反彈 那 前面兩次的反彈呢 基本上也都是沒有明顯的帶量 沒有明顯的量增 那今天也是沒有明顯的量增 所以都還是只能定義為什麼 定義為反彈的一個格局 那 這是第一個 那等於說指數短線還要再繼續整理 尋求補量上攻的可能性 那 再來就是均線的部分 那14線的確 我們已經撐過了 撐過這個禮拜 14線已經在明天就要走平轉撐了 那 但是呢 月線的部分呢 還要大概兩週以後 我才會扣到相對的 扣到這邊的低點 所以等於說 短線來說 結構的確慢慢的轉好了 但是離真正的轉強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至少呢 我們可以從脫空頭加速的部分 脫空頭加速部分 看到整個結構呢 其實開始在好轉 短線的多樓加速 其實今天開始看到出現 快速的收斂 所以是不是說 真的 國線連假回來之後 就有機會黃金交叉 讓整個中小型的類股呢 輪動開始更趨於正向 那今天的漲級加速也可以看到說 其實 滿多個股慢慢都有表態的狀態 雖然說量能不太夠 那另外 第二個就是 長線的空頭加速呢 昨天呢 是51.87% 今天是51.8% 雖然只有下修了 只有減少了大概0.07% 不過呢至少 可以看到說 整個狀況是有 有轉好的跡象 所以這個部分就還需要一點時間去觀察 如果真的確立空頭加速開始減少 甚至長線多樓加速開始轉回回升的話 那 那建商對整體的輪動 正向啊 積極性的建商都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還是請大家一起期待 雙十連假過後的行情吧 然後再回來看一下指數的部分 那剛剛講完月線 大家還需要留意嘛 除非說短線有出現 3200億 3300億的補量上攻 否則的話 短線可能持續受制於 月線壓力的機會還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 對於接下來的指數空間 我想未必需要 馬上有太多的期待 但是呢 對於類股輪動 我覺得這是觀察重點 那再來就是櫃買指數 那昨天其實在分享的時候有提到 昨天櫃買指數是沒有收破10月2號的低點 是沒有收破10月2號的低點 所以表現相對來說是比加權強勢的 那另外在電子的部分也是一樣 沒有收破10月2號的低點 所以電子表現也是相對加權指數強勢 那今天雖然說電子指數佔回月線 然後櫃買指數佔回全均線 不過目前也知道季線的壓力還在 那目前季線的扣底呢還在前面 還在7月這邊 等於說要再過一個月 到大概8月 大概過3週4週啦 才有機會再扣低 所以等於說短線的我看法都一樣 指數的空間真的不用太期待 那站回全均線之後很像整理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解法 因為你還是需要去持續消化上方的賣壓嘛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接下來關注重點就還是先看整理 指數不要太多遐想 然後中小型個股的輪動的表現 都還是會是接下來的關注重點 電子指數也一樣 那金融股的部分呢 短線有這個 不能說破底翻啦 但至少也有反彈啦 那些先關台有沒有機會落底 那飛金電呢 則是昨天破線之後 今天有出現破底翻 那是比較標準的 所以14206接下來飛金電指數就不能再破了 那再來就台幣的部分呢 台幣今天是出現了小幅的升值 這個升值當然是好啦 不過目前暫時不能確立說 已經結束這一段的貶市 所以也需要再去做觀察 如果說後續真的 美元開始轉弱 那台幣還是轉強 那當然勢必對指數來說 外資回流啊 或者指數的表現 都會有一些更好的一個機會 那再來我們看看今天的強勢族群的部分 今天強勢族群主要都落在全值股 一方面像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大概貢獻了66點 那像是聯電 台達電 世界光頭控 像是金融股的反彈 然後還有這個 航空股 航空股這個 長航航滑航的反彈 基本上都有帶動今天的指數去做上漲 那再來就是高價股 像高傳輸的5269的強硕 還有4966的普瑞 那普瑞大概也會是重點分析的對象 那只是說我們如果開來看一下 技術面的話 技術面的強硕基本上已經領先大盤轉強了 那當然這個價格有點貴 再來就是4966的普瑞基本上也已經領先大盤轉強 雖然說軍艦排列兩家都還不夠正確 不過至少目前扣底的位置 基本上慢慢會對他們的多方是有利的 那普瑞之前這一段下跌 主要就是因為以為有AI 結果沒AI 那後來這下階段就是開始要長一些PC 相關的一些的復甦 還有Server的復甦 那當然 當然就是普瑞 接下來還是有一些AI的機會 還是有一些AI的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持續的關注下去 持續關注下去 那再來就是在光通訊的部分 那重達跟智邦 那大家會覺得說 光通訊不太好搞 像最近的 火星光自從這個 法說會事件之後呢 暫時一蹶不正 那但是最近的 光通訊族群其實 輪動的狀況還算蠻正向 只是說重達算是裡面比較弱勢的 其他像是3163的 波羅威 竟然還是維持強勢 或者是說 3363的 上全 也還是維持強勢 所以我覺得光通訊族群 也是大家可以持續去做觀察的 那當然說 像這個 400系交換器相關的這個智邦 智邦的部分 其實最近也是維持強勢 所以今天來說 這還是可以持續關注的強勢族群 那再來就是 記憶體上游的 230的華邦電 跟2408的南亞科 那這個之前在 分析相關新聞的時候 海豚七七有提過 就是 在記憶體這一塊 他們還是比較屬於景氣 景氣循環庫 那當然海豚是 比較沒興趣去碰他們 不過最近是在 一些包含 D世界內的 Netflix相關報價的上漲 經常對他們是 比較有正向看法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要跌也不容易 只是說 有什麼什麼那種 230%大波段機會 還是覺得比較沒有 但是如果你喜歡 做這類個股的話 也還是可以考慮去做觀察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普瑞KY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 雖然我們這邊只講普瑞KY 就是營收自2022年以來 8月來新高 就等於說創一年新高 那年增率也翻為正了 之前還是年增都還是負的 那研究機構這邊的看法呢 主要是因為 引引11長假提前備貨 那還有美系客戶的回補庫存 那這邊也要留意的就是說 相關的消費性 雖然說 開始有些附輸跡象 不過短線都還真的都是以集當為主 而且客戶都還有所謂控庫存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相關的狀況可能都還需要再觀察 不過呢 普瑞剛才有提到嘛 AI產品預計年底有機會開始出貨嘛 那預計明年營收佔比有1-3% 雖然只有1-3% 不過對於相關的所謂的估值評價呢 基本上會相對來說 會比較有一些正向的一個機會 那大家可以觀察 那 第三點就是有提到說 目前PCMB的客戶都還是以短單為主 不過呢其實如果去看相關的PCMB 或者是手機付出的話 建理上像這個觸控IC大廠的這個義龍店 其實它營收也是連續的創新高了 就是創一年來新高 那股價表現也是比較強勢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塊似乎 可以好好的去觀察 那PCMB之外還有裕太啦 那裕太的營收基本上 目前也出現越來越高的一個走勢 那連真率也翻正了 雖然說目前的走勢呢 還並沒有比大盤強勢 並沒有站為全軍線 但是我覺得也是相當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和相關PCMB供應鏈後續的發展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好那接下來呢 今天 今天晚上還有出零世界究竟人數 相關的數據要公佈 那雖然說昨天的ADP 數據公佈之後呢 就是大幅的地域市場預期 然後導致市場認為接下來的升息 可能就不會再升了 那當然說這個市場這個真的是 看到數據一下馬上就變臉了 不過我個人看法還是一樣 盤怎麼走我們就怎麼做 那目前各個的指標告訴海豚 都是說目前的結構正在轉好 那我們就是心裡要有一些警覺性 但是呢我覺得操作上暫時是可以先偏樂觀的 那再來關正就是看明天的飛龍就位數據啦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還沒加入海豚耐生活圈的 記得掃準備用QL Call 那想成為海豚的學員 記得掃右邊的免費服務表單 那留下你的資訊之後呢 那海豚助理會與你聯絡 提供你需要的服務 好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掰掰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